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就是个凌厉的丫头 最后自证清白 但于妃竟然反咬了纯贵妃一口 纯贵妃被皇上降了位分使了宠爱 这都是纯贵妃的自作自受 不过英落的目标可远远不及于此 因为纯贵妃当年害的可是皇后和七亚哥两条人命 绝债绝长才是英落的最终目的 目前英落至少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接下来的剧情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的剧情让我们拭目以待